好 我們來看看 本週更新什麼 增加古物系統嘛 喔 終於調降了 因為要開第五事件嘛 所以他把難度調降讓大家好通關 所以這合理啊 合理 世界復本難度調整BOSS 怪物等於下降 喔 所以這禮拜我們又會更好打對不對 上禮拜我們真的打到頭破血流 上禮拜我們根本連第二世界王都打不死 他完全沒有進入暴手狀態 這禮拜應該會比較好打 然後落機時間提升 然後副本 基因副本時間加碼 古物支援活動 好 這我知道 這就是你解任務他就會給 就是你比如說你副本打一千隻怪 他就會給你那個古物的那個洗鍊石 其他的我們要看古物系統吧 他的玩法其實也蠻簡單的 你用右下角的金幣可以洗 上面可以選擇你要篩選的留下來的內容 那基本上我是不建議用篩選的 就是你自己洗完之後 然後你可以選一到五個 選一個你認為會中的 那如果選到了你有壓住的那一個欄位 你就會拿到那個東西 然後如果選到的是你沒有壓住的欄位的話 就會給你粉末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你壓住可以從一柱到五柱 你一柱只要花錢 八萬金幣 兩柱就是你壓兩個位置之後 你壓兩柱之後他就會額外消耗古物印記 最多可以壓到五個 目前古物不能裝備 他主要是收集品 這一次多了很多的古物收集品 然後古物收集品其實蠻難搞的 他有加零加一還要強化的 然後又有從白的綠的藍的紫的 他讓我收集品 珠珠疊了15% 我快氣死了 好 像這個盤的話我會怎麼用呢 這個盤我可能就抓這三個 我就這樣子一條線 試看看 中了 好 中了 這次我大概會看一下這個盤 反正裝備不要太多 你裝備越多越危險 那這時候我就會看一下 綠裝1 賭這三個 他這個 不行 有這兩個雜裝 我換掉 這個盤我覺得沒有很好 這個我也不會選 這個90%會給你出這一個 我覺得啦 亞馬草5個 或者是有些東西你可以看一下 有另外一種玩法就是 你如果不會毒牌沒關係 你可以去用刪去法 你覺得看到什麼東西 就盡量不要選這一盤 因為這一盤 亞馬草他的起勢命中率 我覺得蠻高的 還有研磨石單顆的 所以這我就把他骰掉 那這一盤的話 兩藍裝 這要帶機率很高 骰掉 盡量留的是綠裝 不要留白裝 白裝其實還蠻容易出的 這個應該會出木材啊 跳掉 這種廢的我就把他跳掉 研磨12 哦有紙 這一盤可以賭看看 這一盤我就會賭了 可是有可能會是這個 沒關係我們試看看 中 哦賭對了 因為這個很難中嘛 機率很低 50顆都很難抽 綠裝就是可以跳過 這兩個機率很低 然後6顆石頭 跟2顆 這個要嘛中這個 要嘛就是中這個白的 所以我就是選這三個 跳過這個 我大概會這樣子去用 好這一盤沒材料哦 哦這一盤沒有那個 爛的白材料 可是有白裝 兩件裝 賭這兩個就好了 這個不會中 就賭這兩個 啊幹這真的白裝 超 像這有木材嗎 也是很危險的 木材配這個 兩個小獎 這個我也會把他骰掉 你要懂得 不要被誘惑 你要懂得取捨 你要懂得取捨 玩這個其實玩了幾百萬下 發覺這是要取捨這個面盤 我覺得還是要配上 有幾個關鍵性道具 比較好看 比如說有紫色的 祝福必張 這個要堡 有必張我就想要堡了 好了 我們押一波好了 這個我跟你講 我不用看了 也可以知道他可能會送這一個 亞麻人草 不可能給我藍色啦 給鞋子 因為我很想要這個 我真的很想要祝福必張 這個我很想賭欸 因為他是加3的 可是加3的機率很低 我們試試看 賭看看好了 看我不行兩個 兩個小獎 抱歉我沒看到這兩個 他這個其實蠻好的 他就是又沒有一個小數字 這個藍色小數字 就是告訴裡面他有幾個收集品 所以你可以看這個收集品來決定 你要不要他 你可以去看這個數字來代表 你說我要不要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人性化 蠻便利的設計 然後這一盤的話就是這個吧 比亞馬草 靠北還有腰帶 這盤可以 這盤應該很好中啦 這盤我就要選 可是有可能會給這個 駝路腳項鍊 但這盤我覺得可以賭 可以賭 賭這個 我想賭這個 賭這個 賭這個 賭到這個 這就是你可以去猜他有可能中什麼 就是你這樣這個 小獎太多你就要把他取掉 就是你不急著要直接那個 除非裡面有這種關鍵性道具 你要拚他的人才要用 譬如說什麼 鍍爾加鞋子那些的 像這個三個小獎 我就會把他跳掉 這個命中率太高了 這可以賭 可是有可能會中這個 我賭這一個跟這一個 這兩個 來賭這個 看 居然中了稍微好一點東西 這就是意外 因為他這個 這個比較有價值 他居然中了比較有價值 就是機率比較低的東西 所以這個其實你說 那到底可不可以拼紫勝 可以 可是如果你要拼藍跟紫的 就是要洗面盤 你要洗到一個 藍跟紫的 機率比較高的面盤 然後你一定要選五個 就是如果你要拼藍紫的話 你就是一定要選滿盤 把那幾個機率高的都塞在一起 去拼那個0.幾%的機率 那那種洗面盤就不行 就是要過半面盤 你就要真的要挑面盤 這個面盤就不太可能 對這面盤你怎麼挑 都是這小的 你就要挑那種過半盤的機率 那就是要花很多錢去洗他 像這一盤的話 可以賭 可以賭這三個 因為這三個比較不會中 這三個如果沒中就這一個 對 那這個你不會選 骨頭你不會選 所以我們賭 我們就四選三 四抽三 就是這盤25%機率 沒中 這盤沒有 這兩個吧 我多看看 這盤是很高機率中 這三個對不對 極高機率 可是我想 感覺這兩個很有機會 會 蠻可以賭的 我覺得蠻好玩的 這個就叫賭了 就是你知道其實 他90%會中這兩個 可是你會想賭 你會想賭 賭看看 因為這個 綠色的穀物 那我們賭看看 反正就是 八萬嘛 八萬賭看看 賭 賭到了 賭到了 哇賭到了 OK賭到了 那真的是賭 因為他很高機率中 因為他剛剛那幾個東西 你去判斷價格 材料的話 這個是貴的 這是比較貴的 這個是很便宜的 這兩個白裝跟這個是超便宜 所以只要有他們在 盡量不要讓場上出現 兩個以上的白色的東西 像這個 這個不要算白色 這個算綠色 因為他是加五的 這是有彈化值的 所以這三個白的 都是等於是0 這個真的機率太高了 所以我就把這洗掉 剛剛那個其實有點抖 因為加工時其實 他不算是最低階的材料 他算是等級2等級3的材料 這兩個 這兩個有機會 補這兩個看看 這是二中二 四個二選二 要嘛是這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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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五或是頭盔 要嘛就是這兩個綠的 真的中了 賭到 就是要嘛這兩顆 要嘛就這兩顆 賭到 你會說有沒有可能出 藍色跟紫色呢 其實有可能的 藍色大概就是5%之內 然後紫色就是1%內會出 有沒有可能真的過天荒 出現藍色紫色呢 有可能 那你沒辦法料到 很難 如果你要 你如果那個場面 你就是排面選好 你要去拚的話 你要拚 賭籃子就是要 到時候比如說就是要這樣全塞 你就要選五個 如果面盤夠好的話 可能就要這樣玩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樣的面盤 算是最好的 我沒看過 目前我可能洗的量還不到 還沒那麼大 沒看過很好的面盤 可以讓我去賭的 就直接PASS了 看有個綠裝欸 有個綠裝怎麼辦 好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戰利品 看一下目前的戰利品 這是我現在都在塞這種小東西 計3加1 ok sweet 賺 強化的都先不要 我都習慣先把白的塞上去 強化的最後在一起塞 白的先把它塞好 這些都還要塞啊 這個應該超級難 而且藍色穀物兩個才1%爆傷 穀物都安定1啊 所以真的難搞 好